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摇了摇头 今天来一把齐尔的打野解说 那我之前也出过正常出装的齐尔打野 所以齐尔也没有太大的改动 所以然后呢红野刀加了一个10%的减CD 减CD我觉得对齐尔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而且那这把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三把打野刀我也有出了 算说那个打野的被动不可以叠 就是15层那个不可以叠 而且对野怪的伤害也不能三把叠 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他的属性对我们来说 也不是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 首先 红野刀的10%减CD 还有一点点的攻击力 齐尔还是要普攻到一两下的嘛 那魔法的打野刀就不用解释了 齐尔一个魔法英雄 那还有最后的是打野斧头 打野斧头的话给了一个血量 还有燃烧效果 我玩了差不多10场左右 这一个出装嘛 也没有10场 6次场吧 其实还不错哟 但是呢 如果我正常出装的话 会更加的强力啦 这个齐尔的话 但是游戏嘛 玩的好玩一点也是不错 这边 这边来拿一个古龙 看到飞尼克 看到他的血量非常低 直接一个二技能接大招 那这边他用一个二技能 去躲开我普攻的位置 让我一个一技能飞镖 拿掉了他的人头 那这边看到一个二技能再收掉 那图轮也死掉了一个灵魂2 提米没有四等也没办法跑啦 就算他有四等也未必可以 掏出我们三个人的追击 三个人的缓速 回头再轻易拨自己的野区 我的魔法白野刀已经出来了 黄野刀已经出来了 战斗力非常的强力 我现在一个一套连技 基本上可以秒掉对面的勇 或者是 菲尼克 图轮的话 他有个一技能 还有一个免疫就不一定 那这边直接进场一个一技能 以后直接开大招 这边 齐尔最经常的连招 就是二技能进场 丢个飞镖以后直接开大招 很多人 直接就开大招的话 你就会少了一点伤害 少了一个二技能 还有一技能的范围伤害 所以最正常的齐尔连招的话 你有大招 哎这边一个二技能进去 普攻 拿掉了一个助攻 现在三分多钟 已经有五个人头 把对面的红buff拿一下 叠一个这个被动 哎看到夜叉 直接上大招 没必要放一个普攻 拿掉他的源头 大招放了的话 会浪费掉一个大招 我们四个人围着他一个人 这边 距离够了 直接开了个大招 普攻 拿掉了图仁的源头 已经来到701的一个斩击 才四分钟 再看到勇 一个普攻 又收掉已经八个人头 提米也没办法逃 他有一个大招 先不杀你 但是队友已经上了 一个普攻 一个阿尽呢 瞬移 再顺走 拿掉了九个人头 四分半钟 直接九个人头 一个助攻 我们可以说是 肥得太胖了 那我们的装备 已经出到了红野刀了 蓝野斧也即将要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每次更新 我的一个打野 装备的话 我的被动是完全的没有了 看到刚刚叠的打野 魔法打野刀的那个被动已经没有了 已经变成一个红色打野刀的一个被动条 直接又要重新叠起来 在这边一个极限塔跑 一技能 直接回家 再浪下去直接要死 其实我刚刚那一波有点浪了 有点太充了 不过没关系 信航没有死 队友们也曾经拿到对面四个人头 那打野装备会成色的话 等我的打野斧都出来以后 我这个红色叠的红色打野刀的被动也会没有了 取代的是蓝色打野斧 那出完蓝色打野斧以后 我也不会更新我的打野装备了嘛 所以最后是一个蓝野斧的叠备动 你又一个R技能出来 其实我理解他的想法啊 有很多人可能说这个菲尼克为什么用R技能 一个向前滚啊 去送死吗 肯定会有人这么说 但是我只能说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想利用R技能的 轻怪速度去立刻把他的兵线清完以后逃跑 但是两次我都刚刚好在旁边 那只能为他QQ 没办法 刚刚好在旁边 他的想法 也是 有点激进啦 他想清完这波兵线以后逃跑 他想做一个快速的累积金钱 我们把对面的蓝暴斧拿掉 看一下这边有机会吗 夜叉还有勇 看一下 对面不知道我在这 一个二技能 顺过去 一个一技能 这边我大战没接上 有点可惜 没有杀掉对面的夜叉 那直接用大战 杀掉对面的勇 也是不错 这边帮队友帮不了 被塔打了太多次了 罗尔 所以直接就死在塔下 一个一技能 清一下兵 再清一个兵 我没有大战的话 我是不太敢的 有大招 而且他有提名的话 我也不会上 因为我基本上 大战那一套伤害 过后 我的爆发伤害 就会有一点点不足 再看到一个菲尼克 直接大招 秒掉一个普攻一技能 再普攻60块的菲尼克 那对我们 这波其实 冲塔有点过分了 那我这个二技能 空了一个普攻 我不想杀你 但是我的打野斧 把他烧死了 那对面 挺幸运的 我有一个打野斧 如果我没有烧死他的话 我等他的大招 没有了以后 再击杀他是完全来得及 而我也未必会死 这边死掉 没关系 等一下复活时间 再稳稳的 拿下这一局的游戏 把野区拿一下 凯撒也准备 可以开始拿了 打凯撒也会非常的快 对面还拿了一个魔龙 把蓝buff拿一下 那减CD对切来说 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这边 一个红野刀 还有最后那一间 仙灵的20% 加上蓝buff的20% 刚刚好满的40% 追不到他 有点跑得快啊 但是他这边 往我们家那边 方向跑的话 他就 基本跑不了了 二招直接开那个大招 普攻 我不杀你 一个 但是夜叉来帮他了 这个 蛋挑夜叉 队友们也来帮忙 一个 一技能 二招 普攻 夜叉 用生命 来换掉提米的生命 话说夜叉 这个大招 有点变态啊 你根本逃不出 他的那个范围 如果是一个后排 被他圈住的话 有点危险 直接二招 大招 一个普攻 10块的助攻钱 那提米这边 还要来反击一波吗 没办法反击 把上路线推一下 中路已经复活了两个 而且我们没兵线 所以看一下 真的能继续打下去吗 提米一个复活 一个一技能 二技能 再收一个提米的助攻 把上路主把塔也拿掉 那这边 可以一波了吗 一个一技能 没办法 对面已经四个人出来了 赶快往后跑一下 一个一技能 就算我有大招 但是我大招的伤害 分散给几个人的话 我也没办法做出高额的伤害 用这一剑射中了我 看到一个菲尼克 直接接大招 普攻一技能 再一个燃烧效果 把他燃烧死了 这一套装备有一定的坦度 一剑物理防御抓 一剑魔法防御抓 还有一个打野斧的血量 那伤害 我是够了 坦度 也是够了 所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三野刀的打法 我的装备已经出满了 看到图伦 我们先搞死人了 因为凯撒的话 有被抢的机会 这边 杀掉了图伦 队友们也成功拿掉了凯撒 看一下对面的勇 没有在 那有凯撒 可以直接一波 先蹲一波 再利用凯撒 让我们的血量回复一下 一个 现在勇的伤害也不可以小看 一个 一技能 但是我们要描死他还是不难 但是也不容易 如果 对面 保得很成功的话 加上提名的大战 如果成功利用在勇的身上的话 我们把中路线 推过去 一个普攻 这套出装就 是好处在 我们进场以后 不用太怕 直接被买下这边 没有办法杀掉嘛 一个普攻没有出来 没办法 急杀 斐尼克 那后面 停米 直接死掉 在一个一技能 二技能进场 我的被 动 一直没刷到我的二技能 的一个CD世界 再进场 一个二技能 一个普攻 塔仙不要打我 一个 最后被他打死了 那我的死亡 也伴随了这一局游戏 已经完成 没有MVP 没关系 超神 那再看一下 我们的数据 先卫队我们点一下账 输出我是最高了 14 21的一个战绩 输出的话 哇 27的输出 25的成功伤害 谢谢大家 小时候 小时候 一回到 小时候 散播 输出 输出